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蓝营台北的大造势 八缺一 看到了七位准备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立委的候选人 参选人们 那缺那一位是谁呢 就是因为现在目前 这个士林大同这一边还在等寒冰 中正万华 中正万华 对不起 士林大同事 是不是是你啊 我被搞混了 中正万华 对 中正万华这边还在等寒冰 所以我们看这个黄吕锦茹 他提到说 当初呢 其实韩冰是有心动的 那后来认为说 可能还需要自己再充实一下 所以呢 未来到底会不会参选 他说由主席来决定 是不是要继续来劝说 那当然在这一场活动里头 我们也看到朱立伦 就直接跟这个韩国瑜提到 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 你知道我讲的那一个人两个字啊 什么的 这样子用一种暗示的方式 那当然这个韩国瑜也讲说 不能代表女儿做一些回应 那他因为朱立伦不断的暗示要劝禁韩冰 可是因为韩冰始终没有点头答应 那所以这个韩国瑜也只能说 怕女儿要回家再讨论讨论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马英九现在也大赞侯友宜的民调 说名列前茅 那这样的一个讲法呢 人家想说看到绿营的媒体 马上就开始在肩缝插针 就说哎呀 这个名列前茅 你是在偷臭侯友宜吗 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就讲说 那就只有三个人选 那当然是前三名 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列前茅 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感觉上 说法上又被大家做了一些文章 我们来听一下 为什么我八年都可以参加呢 因为以后九二共识 根本不要讲 他通知就寄来了 所以各位 我们说九二共识不是乱讲的 是真正有用的 真正能够让我们在国际上走出去的 侯友宜在各次的民意调查 他都是名列前茅 我们应该要把它送进总统府 对 所以我们看 当然马英九还是主要是要讲说 你要提一提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是你侯友宜迟迟没有讲的 那当然现在这样看起来 侯友宜是不是绝口 还是不愿意提到呢 他只讲说 现在要走一个尊马的路线 在马英九既有的经验之下 要继续往前走 他说只要两岸在愿意这种 对等的尊严之下务实的交流 就可以让两岸和平 那他说马英九就是最佳的代言者 之前的这个祭祖的事情 大家也都有非常多的报道 相关的报道 他说在这样的一个 既有的经验之下 他会继续来维持尊马往前走 但是呢 就是不肯讲到九二共识 那可是讲到了核能这件事情 大家都在讲核四言意 结果侯友宜喊出来是核一言意 他说能够启动就启动 只要核安核废料 妥善的处理的话 那这个核电绝对是选项 那核三场不能除一 那核二场能够研译 核一场能够评估之后 就能够启动 人家想说 这核一二三场都讲了 怎么偏不讲核四 因为核四就是在新北这边 是不是 可能会跟他过去曾经讲的话 有矛盾 所以就偏偏没有提到了核四 所以台电在讲说 你猴友宜自我矛盾 那我们看一下台电的讲法是说 核一这个基础核非料 仍然在庐心没有办法取出 那这个甘橱失射 这十三次送件都被新北市府卡关 那现在这个 现在又要重启核一 它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是不是有点自我矛盾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家讲说 这个核一场其实设备具备 然后燃料也还在庐心 一直在这种维护的状态 启动花时间安检当然是可行性 是相当的高 不过赖清德的办公室又马上讲 就讲说你猴友宜 椅子可以移动 就是又把他那个移动椅子的事情 拿来臭猴友宜 就讲说可是核一场 可是不能偷偷启动 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酸对手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移椅子这件事情 那人家问到了猴友宜 他说实在大家太会想象了 后面就是讲台 那因为桌子是圆形的桌子 椅子就会挪动 大家太会想象太科幻 可是他这样的讲法之后 人家就觉得听起来也很科幻 原来圆形的桌子跟椅子 会自己挪动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那个画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挪动 好 我们看到 这个画面上面就是韩国瑜上台之后 然后猴友宜就把这个韩国瑜的椅子 拉近了一点 所以其实画面大家都有看到 然后在网路上面 点语率也都非常的高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椅子不会是因为圆形的桌子 所以椅子会自己的挪动 那为什么这样子讲的时候 猴友宜其实大可直接的讲说 我就是想要跟他坐近一点 我们就是好朋友 当然要坐近一点 我贴心帮他拉回来这个位置 他等一下回来就不用拉 直接讲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要去这个不愿意 好像怕人家在这件事情上面 讲说他移动椅子 讲说什么圆形桌子椅子的 这样子什么太科幻 这样反而让人家觉得 这就是侯友宜现在的问题 就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侧翼马上就逮到 这样的一个回应之后 就开始在大作文章 什么爱婷优衣优衣优衣 这样子做一些梗图 然后什么动算动算 又要开始在那边讲 然后说现在叫做 韩国椅侯友宜 韩国的椅子会有AI自动移位 不动声色可以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现在开始民进党的侧翼们 就开始用这样子的一个酸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情的文章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请出了金小刀来操刀 金小刀出刀之后 出鞘之后 现在目前胃药案看起来 好像比较止血了 那游盈龙还讲说 民进党要小心了 这个金小刀的大菜可能还没有上 因为当年马英九对上蔡英文 她说马团队就操作了这个宇昌案 发动了史上最大全面性的负面选战 那最后也让蔡英文落败 所以民进党要小心 金斧冲要来了 恐怕这个大菜接下来要上了 那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等一下请这个当时的当事人 然后这个郑元哥来帮我们讲讲 那再来中评社也讲说 这个侯友宜的反攻 现在金小刀 黄金时间只剩下最后三周 因为马上7月23号就要登场了 接下来这三个星期 就是一个操盘的关键 能不能拿到及格的60分 或者是至少让民调 拉回到第二名 才能够帮助侯友宜度过这个期中考 我们先来问一下 郑元哥先帮我们从这个 蓝营的八却一开始分析 八却一应该很快就会补齐 可能是在等待某人 来加入这个阵容 我们祝福他能够成功 不过我们知道 韩国瑜是个好爸爸 好爸爸都有个共同的特性 不怕儿子怕女儿 女儿的事情 没有女儿跟商娘同意的话 好大的胆子 他怎么敢去帮女儿决定 他不要命了 感觉你在说自己 说的好爸爸 大概都有这种情形 所以你看那个韩国瑜提到韩冰 要不要参选中正万华 一副那种戒胜恐惧的样子 你知道怕回去被女儿凑脸 这个受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就是个好爸爸 国民党认为说韩冰是个好人选 我也觉得韩冰是个不错的人选 当然要看当事人的想法 因为在中正万华有一个环冬市场 环冬市场就以前北农 韩国瑜在北农经营的时候 不可否认的可能是历年来 最好的总经理 他跟底下人 还有这些菜农 这些盘商都相处得非常的好 他有点江湖味 所以这一点很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 如果他有女儿来参选的话 这些人当然义不容辞 对 比如说罗友志的女儿要参选 我们当然义不容辞 一样的道理 爱屋即乌 所以就有一个现成的一个地盘 在加上他形象很好 外形也非常的亮丽 讲话也非常的得体 所以他应该的优点比他爸爸多了 所以来参选我是觉得蛮适合的 不过在看本人的意愿 参选变得很辛苦 这天气很热 所以这个很难讲 但是马英九 干嘛提这个我是搞不懂 这个名内前茅这种话少讲 难怪被网友揍文章 可能他一时间没想那么多 鼓励只是讲的话 留个语病 这个不用特别去谈这个事情 但以椅子的这件事情 我是正面看法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被争论的新闻 总是比没有新闻好 你看这两天有没有谈柯文章 没有 都在谈侯友宜的椅子有没有移动 这总是个好事 那个椅子只是把它摆正而已 当然你可以做负面解读 可以什么枯手 可以消遣 侯友宜在这方面 要用一种更幽默的方式来回应 但是让回应的可能没有很好 也没有关系 至少光这个新闻里面 听说百万流量是吧 侯友宜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行情 没有这么高的行情 所以我是正面看待 至少到现在为止 侯友宜终有一只新闻 被大家所注目 而且拉近也比推远好 代表说他想要跟韩国瑜拉近 你跟他呼应我的正面看法 正面看法 至于这个九二共识 侯友宜绝口不提九二共识 我是很担心 因为九二共识他倒不提 他怎么想的我不太确定 但不提九二共识 只是插边球的时候 在马英九既有的经验底下 这个好像有点的问题 他对九二共识的立场 以及他对核能的立场 在核能公投的时候 这个侯友宜是保持一种 颇能水的远距离的态度 所以是推动和能公投 一些年轻的朋友 比如黄世秋 对他就非常的反感 所以他如何去化解这些恩怨 是一个政治领导人 必须要做的工作 你说平常的政治工作 你不需要说当政治领导人 你就不需要去什么 注意这个恩恩怨怨 政治领导人 但是化解恩恩怨怨 在2012年操作宇昌案 基本上是邱逸带头 我跟进 所以我们两个打宇昌案 跟马英九金普中没有关系 现在很多人都说 马英九不败的神话 这是金普中 这个不败的神话 我跟你讲 那是金普中揽下的功劳 我觉得不对 马英九第一次选台北市长 最大的功劳者是谁 是单小林 但是被金普中马英九排斥掉了 很可惜 大家都忘了这号人物了 但是他是第一道功臣 到了后来马英九第二次选台北市长 对手是李应元 当然是大炮打小鸟 那就是谁选都是一样 不需要操盘 2008年其实最大的功劳 还是谁 还是邱逸 他把这个陈水扁 跟民进党几乎打垮了 所以2008最大的功臣 我会小小功劳 至少在排黑条款 让马英九能够选总统 在中常委里面 我一个人力敌十几个中常委 才让那个所谓排黑条款通过 让马英九能够代表国民党参选 要不然当时可能 就是王金平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2012年就是宇昌岸 宇昌岸是邱玉带头打 我跟他打 跟金普中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干嘛把这些事情 都懒到金普中功劳去 我是觉得金普中是跟马英九 有非常好的友谊关系 但是我不认为他在这马英九 的成长过程里面 他除了懒权以外 有什么太大的功劳 好 淑慧 其实昨天的那个肇事活动里面 我是没有听到那个马总统说 这个民调明年前往 但我们昨天觉得他的亮点是 他居然可以细数民进党 最近发生的桃花事件 然后还说这现代的民进党 就是个桃花党 我们在后面 我啊 然后洪威姐啊 张思高我们就说 马总统今天的那个演讲稿 满接地气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大家可能听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那至于韩冰这个事情 因为我很早之前就知道说 这个红旅主委这个 正在说服韩冰 那听说民调有调查 也不错 那当时一开始 韩冰确实有心动 但他有跟这个主委说 如果如果如果 他真的要参选的话 他不想用被征召的 他希望跟大家一起比民调 如果他民调获胜 他才去选 第一个这是正当性 第二个说不要说 你们说我很棒 那民调要做做看才知道 万一没有很棒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韩冰是一个 很务实很谦虚的女孩子 那后来在几经考虑以后 他考虑他还有学业的问题 然后还有 我觉得韩冰一直没有很喜欢 选举这件事情 所以聊了四次 然后黄旅也有透过很多 其他的人帮忙说服他 那最后可能韩冰好像还是希望说 往学业去发展 但不管怎么样 昨天这个我们是7 up 然后我们希望下一次是八仙过海 那中正万华的提名 确实要赶快出来 如果没有赶快出来的话 现在就变成只有两个候选人在跑 人家会觉得你国民党在干什么 人家会觉得就像我已经听到很多人 就说连你最艰困的大同四龄都有人了 我们中正万华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是我们地方党部要去努力的地方 那昨天侯友宜其实我个人在他后面 也不是拍马屁 我觉得他昨天的这个演讲 是讲出了一些大家希望他讲的 包括说对核能的态度 那当然刚刚有人硬要说 那你为什么没有讲核四 核四跟核一核二核三是不一样 核一核二核三是用了很多年 那如果他们可以骚尽维护就研溢的话 那对于台湾的能源 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核四我们都希望它重启 但是核四的重启计划 就涉及很庞大的层面了 包括全部的安检 甚至它的燃料棒 已经被民党偷偷卖走了 所以核四的问题 我觉得未来始终要面对 而且要从长记忆 那昨天侯友宜也说了 7月份它完整的能源政策就会出来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民进党 国民党或民众党 你要告诉我们 你的能源配比是什么 不是我只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那其他的整个完整的配比 还有我们能源的成本 跟能源的安全 供应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都要出来 好 有之哥 我想昨天侯团队还是没有看懂 六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本来年记不记得侯寒同框 本来是7月2号 本来是礼拜天 大家传的都是礼拜天 结果往前一天变7月1号 我在想背后是不是这样 跟韩国瑜联络的黄旅锦茹 或者是侯团队 然后跟韩国瑜讲礼拜天 我们有一个跟淑慧这些7 7UP是吧 台北市大造势 到时候你来 那我们一同框之后 拉起来我们就是国民党大团结 本来的剧本我在想是不是这样 可是跟韩国瑜一讲 韩国瑜说 这个这样我礼拜天有事 不然往前一天好不好 礼拜六 刚好我要去黄复兴党部的党庆 那我们礼拜六好了 礼拜六 就往前捅一天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更改行程而已 你们想想韩国瑜在想什么 我这两天试着从韩国瑜的立场 四年前我被两个人搞 一个是郭台铭 一个是侯友宜 结果郭台铭拖一大堆的朋友 我旁边的朋友 跑到云林来 换我一句什么话 都过去了 这个他拖一大堆的满天神佛 然后跟我讲 我们礼拜天来帮我站台 你要是你你会怎么想 做人不是这样子在做人的 再来韩国瑜高招 他故意选黄复兴党部 我想请问各位TVBS大白话 这么英明神武 各位聪明的观众朋友 请问黄复兴党部的党庆 是谁的地盘 是侯友宜的地盘 还是韩国瑜的地盘 当然是韩国瑜 韩国瑜在跟侯友宜对话 2020年你说的身心俱疲 不就是你们这些人 你自己也承认 因为侯友宜从头到尾都说 我们造成韩市长身心俱疲 是你们 但是谁在挺我 就你们看到下面这几颗星星 2020年韩国瑜不是靠他们吗 我跟你选的地方 就是这2020年 一路陪着我不身心俱疲的人 来当着这些人的面 告诉我 讲个道歉 不好意思 像郭台铭这样子 男子汉大丈夫一点 没事了 结果他有没有做 没做 从头到尾说 我们包括朱立伦 赵少康 大家一起来 我们让韩国瑜 你知道 这场你怎么说服这些人 我真的觉得侯团队还没有准备好 再来 今天韩粉有人整理 180天 韩国瑜当时180天 侯友宜偷臭韩国瑜 就35则新闻 平均每五天不到就一折 最近他们又在整理这些东西了 没有解 但是我跟各位讲 我说实在的 金小刀聪明 我讲过没多久 韩国 侯友宜的民调会起来 我觉得金小刀 他现在的策略就是议题优先 和解其次 所以 侯友宜去这个场合 能够加多少分 他没有很在意 但是礼拜天那个演讲 我老实真的要讲 真精彩 侯友宜大幅的进步 尤其光是他异扬顿挫 用得知好的 我们媒体人去接这种案子 第一件事情 一定会把游淑慧找来 我们把异扬顿挫练一下 我们把仪太练 我跟你讲一定花三天的时间 我想金普聪一定有做 我觉得未来侯友宜一定会在往上 可是往上的结果 只是非绿联盟一直在拉扯而已 到底要怎么合 我觉得那是金小刀下一步 他能不能做得到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